有人說會不會是三山歌 不行 三山歌起碼要製作一段日子 因為現在三山歌和適應歌 這一期在社運界和網絡界 備受評擊、批評 簡單來說 碰碰一碰都會潔濕 雖然說大家是好朋友 應該是預事的時候要挺他 這樣才叫朋友 但是這次三山歌真的老實說了 所以 我也很難挺他 等時間過一陣子 衝淡一點 好像躺在 躺下也中槍 閹雞你也中過槍嗎? 是的 但是那些又沒有什麼好說 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公共性 但是沒有公共性的東西很好聽 簡單來說八卦的東西 要公共性那怎麼辦 第一次 那一期很流行拿電話 我吃飯時跟我們老友郭舅爺聊天 他說你怎麼怕他? 你怎麼怕他? 還玩他回頭 我沒有找你去 那幾天他又收到我拿電話 我問他這麼囂張? 因為我們明知道他是男人來的可能 OK 我說 喂 做什麼事? 他又說 你在做什麼? 我說很囂張 他說很囂張 我看見你很囂張 他說 喂 我想著我不能拍到他的樣子就可以了 誰知道 我在擺手機的時候 就拍到他的樣子半秒 這樣 然後就立刻停 他又立刻 卡了圖 就說 然後列出那些人名字 什麼湯湖冠東 一大堆 你好給我錢 如果不是 我就撞到你把照片出來 然後那晚我不是吃飯 我跟你們說 所有人說 你怕不怕被人知道 我說我不怕 他說你抓他 我不僅 我告訴你 我怎麼會被手 我不僅 不是不理會他 我又追回他 喂 你又說 撞到我的照片出來 是Facebook 給我的照片 你快點 你撞到他 那樣子 是他撞到我 接著我就不停問 東亞特 那時候列出的名字 我又沒有收到 他說沒有啊 喂 我心裡想不到 撞到你 你說真的 為什麼不能給他呢 因為呢 你給一次 他就肯定是 拿到你盡 你自己問 我害怕你 喂 那一刻我是這樣的 你怎麼看 譬如我拿著手機 我那樣子 我還要這樣 就是這樣可能 就有個角度拍到我 其實都看不到 就是有些人說 要這樣一張照片給我看 你說這個是啤梨 你們才認得 如果不說 都未必認得那種 老實說 就算我戴著頭 我都不害怕 我怕什麼 給別人看 這樣強橫 馬上出本寫真集 是嗎 好了 你猜你想我這個 小吉他 我放這個位置 我差不多了 這裡 套匙 真的差不多 不是開玩笑 好了 好了 有些人